因為我本身是原住民 所以我對花蓮是非常的喜歡 然後我也喜歡那邊的天氣 然後很喜歡那邊的 其實講到了遊樂 講到了食物 我覺得其實伴手禮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像可以買麻糬回去給媽媽 或者是當地有很多的名產 或者是夜市的小吃 我覺得很推薦大家可以過去那邊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這場 夏戀的演唱會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來共襄盛舉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棒 我剛剛看到了很多很多人山人海 光看螢幕我就很興奮了 所以想必當天在現場一定更開心 我這次就是把自己 在三年前的一個創作 全創作在這一次會首次的公開發表 那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更不一樣從戲劇 到又現在可以唱歌的四元界 更多不一樣角度的四元界 更多不一樣的四元界 對 那遠界是不是想要發專輯 一直在努力當中 對 那我剛剛聽到一個消息說 只要在夏戀嘉年華唱過的 就是都會入圍金曲獎 對 是吧 那所以我希望是將來發片的時候 經歷了這一次演唱 再下一次發片 就可以很順利的入圍金曲獎 那好兄弟李國藝也有發片嗎 那我們跟他交流一下 哦 真的嗎 我還沒有接到這個訊息 他有確定要發 哦那真的 我覺得因為我跟他其實都很喜歡 音樂 那他自己也有在 在創作這一塊 對那希望下一次 就可以也可以來唱 夏戀嘉年華 也許也可以入圍金曲獎 那你今天很久沒有在 很大型的表演嗎 對 那自己會不會緊張 非常緊張耶 這個跟演戲 因為我一直以為我是歌手出身 好像在舞台上唱歌沒那麼緊張 但是真的已經四年沒有在台上唱歌了 所以其實當接到這個邀約 因為我一方面很開心很興奮之餘 我真的很緊張 我已經 連續兩個禮拜 只要想到要上台唱歌 我手都在抖 對 真的很緊張 但是我覺得其實應該是興奮的 我很感謝這一次給我機會 讓我再重新站在舞台上 我相信我會用最好 最盡全力的表演給大家看